今天要來開箱 林皇宮最新開幕的 竹窗港點Buffet 中西式料理 加上日式港式料理 全部吃到飽 一個人只要660 現在全新是銀印 還有8個優惠 大家好,我是傑克 今天我來到高雄的林皇宮 今天要來開箱 林皇宮最新開幕的 竹窗港點Buffet 它平日的價位是 660加10%服務費 假日的價位是 720加10%服務費 然後平日可以用餐 3個半小時 假日只能用餐90分鐘 所以我當然是選在平日來用餐 只要660就可以用餐 3個半小時還蠻划算 林皇宮的森林百會 在3月底結束營業 換成他們新品牌 竹窗港點 那我之前有吃過台北的竹窗港點 大概也是660左右的價位 就有港式料理 蒸籠吃到飽 我覺得還可以 聽說林皇宮的竹窗港點 是他們以前的 皇族港點 改良成竹窗港點Buffet 有結合他們的中西市 加日市的菜品 和港點蒸籠類 做出來的港點Buffet 然後他現在市營運 到4月底前都有8折優惠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他跟北部的竹窗港點 他在哪裡吧 在幾天開始前 可以先幫我的影片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想要知道我更多生活中 大家可以追蹤我的IG和FB 那我們直接開箱林皇宮吧 Let's go 好 那我們現在入座 然後我們剛剛去拿了第一輪 因為他櫗窗港點 好像都禁止拍攝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辦法拍 自助吧的食材 所以我們就拍餐盤上的特寫 那我們今天目標就是 拿完他的全品項開箱介紹 那我們第一輪拿了一些生龍 跟他的糟辣 我們先來吃吃看他的叉燒吧 他叉燒是那種瘦叉燒 口感比較紮實 再來吃他的油雞 搭配他的油蔥 油雞就比較嫩一點 然後一定要搭配油蔥 當然口裡就會有兩種口感 層次蠻豐富的 那來吃他的燒鴨 他燒辣的味道都蠻重的 但是他的燒鴨也是偏比較柴的 三種燒辣吃下來 我比較推薦油雞 其他都有點柴 然後一定要搭配油蔥 油蔥非常入味 來吃海蛇皮 很Q軟 來吃他的豬腳 他的豬腳不是滷到很爛的那種 吃起來還蠻有彈性的 我覺得還不錯 他這邊的飲料是西瓜汁和檸檬奇異果 沒有沒有很甜 感覺他沒有加很多糖 還不錯 來吃這個死滋蒸排骨 他這個排骨也是剛剛好Q彈軟嫩 麻辣鴨血 幾乎不辣 一點點麻而已 蠔油鳳爪 這個鳳爪一啃 他的苦肉就分離了 蠔油也有入味進去 還不錯 來吃他的荷葉珍珠雞吧 他裡面有鹹蛋黃香菇 跟這個肥肉 跟肉粽蠻像的 他糯米是真的很軟嫩 搭配那個肥肉有一點入口即化的感覺 就跟很入味的肉粽風味蠻像的 然後他那個香菇蠻大顆 也很好吃 翡翠白菜餃 他這個翡翠白菜餃裡面有沙仁 然後他是可能真的比較乾一點 但是內餡蠻紮實 彈牙的 來吃這個珍珠丸 這個珍珠丸蠻普通的 很像那種營養午餐會吃到珍珠丸 那我們現在拿來第二輪 剛剛他有廣播說這個 辣味包仔飯剛出爐的 我們現在來吃吧 那我們現在來吃這個鳳尾蝦燒賣 蝦子還算鮮甜Q彈 這個還不錯 蝦軟燒賣 好,我們現在來吃辣味包仔飯吧 好,我們現在來吃辣味包仔飯吧 吃起來不像其他賣的燒拉飯一樣 吃起來比較有那種生米的口感 這道蠻普通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可以不用拿 芝麻球 他的芝麻還蠻綿密的 還OK 海鮮捲 他就是打成泥狀 我不是很喜歡 來吃腐皮鮮蝦捲 他比較油一點 但是他的腐皮是那種比較軟 軟一點的腐皮 吃不太出來有鮮蝦的口感 韭菜鮮蝦餅 喔,很脆喔 他這個蝦餅外面炸得很脆 這道我蠻愛的 裡面也很Q彈 大味蘿蔔糕 他的調味還不錯 但是我覺得他的皮可以再脆一點 我比較喜歡那種脆的蘿蔔糕 韭黃春捲 吃起來也是有點偏油 但是他的韭菜味還蠻明顯的 現在來吃他的河粉 潮式河粉 他炒得比較軟爛一點 不夠Q彈 味道有點重 他那個調味料沾滿多的 粉絲蒸章魚 這道調味很淡 幾乎沒什麼味道 現在還是揚州炒飯 他的揚州炒飯 偏油膩 然後他比較乾一點 我不太喜歡那麼油的炒飯 他太油了 主食類的部分 我都覺得還好 會飛鮑魚 感覺也還好 滑稠 他這個石酥滑稠 肉還蠻嫩的 炒石酥 這個炒石酥看起來沒有很好吃 但是他蠻脆的 有那種青菜的口感 而且他蒜頭味蠻重 我蠻愛的 我們第三人來吃一些他的湯品包 還有他的俘魯高麗菜 他這個俘魯高麗菜的俘魯味 真的超重 一般外面都會調淡一點 他這裡真的超重 我不開心 要很喜歡葫蘆味的人 應該才會喜歡這一道 樹脂蒸鮮魚 他的魚非常軟嫩 入口即化的口感 冬菇流沙包 哇這個芝麻感覺很濃郁喔 很濃郁 而且他帶一點甜味 吃起來還蠻像巧克力 甜甜的 非常好吃 哇 他的奶黃包非常濃郁 裡面的奶黃 他那感覺就是那種 液體的卡式打線 看起來顏色非常漂亮 他這邊的芝麻包跟奶黃包 都蠻不錯 跟外面的比會比較好吃一點 那我們現在來喝他的 包湯類 現在來吃他的 包湯瘦肉粥 他那個瘦肉粥 酥肉滿柴的 還有那種海鮮的腥味 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包湯 的汁液 不太推這道 石井菜湯 裡面很多白菜跟野菇 哇他白菜都燉得很爛 就是那種白菜石井湯的口感 還喝這個酸菜鴨架湯 他這喝起來跟那種酸菜豬血湯 滿像的 只是他把豬血改成鴨肉 但是酸菜的部分就跟那個豬血湯 然後味道一模一樣 還滿酸的 然後鴨肉因為在裡面煮很久 也滿柴的 好我們這一輪把它 剛剛沒吃到的蒸籠都補齊了 我們現在先把蒸籠全部介紹完 來吃這個鴨唇蛋燒賣 鴨唇蛋吃起來口感還不錯 搭配他下面那個蝦漿燒賣 滿搭的 這是魚翅 這個可能比較有特色一點 魚翅餃 它裡面包很多東西 它裡面有紅蘿蔔 小黃瓜 木耳 蔥花什麼 層次滿豐富的 蟹味燒賣 它的蟹味燒賣上面就是一個 攪蟹肉棒 吃起來很普通 這個燒賣完全不推薦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可是跟剛剛那個魚翅 小吃也滿像的 然後我覺得剛剛最好吃的 就是它的鳳尾蝦燒賣 所以我又拿了兩個 還有它剛剛的那個鴨唇蛋燒賣 我覺得也滿不錯 滿特別的 其他都還好 這是港式彎仔翅 可是它感覺沒什麼料 它是直接煮好一碗在那邊的 裡面就是這個羹跟山菇而已 沒有其他料 感覺跟其他的彎仔翅的料有點差異 這個也不太推薦 然後來吃它的現烤披薩 它的現烤披薩一樣是三種 有主廚精選 夏威夷跟瑪格麗特 現在吃瑪格麗特 它羅勒的味道滿重的 來吃夏威夷披薩 現在為民建主商區 呈現了好買飯 有請賣的貝賓 可以是建主商區 請購 謝謝各位 主廚精選 它這款家有很多洋蔥紅黃椒 口感層次比較豐富 好啦我們這人吃完啦 那我們再去拿夏威夷吧 我覺得它這邊的燒賣 跟我在台北吃的廚窗乾那裡有差 台北的還會有鮑魚燒賣 或者是腸粉 這邊都沒有 它這邊最好吃的就是鳳尾蝦燒賣 我覺得鮑魚燒賣會比較好吃一點 而且這港市竟然沒有鮮蝦長粉 我覺得滿可惜的 那我們再去拿夏威夷吧 太爽了 好啦我們這一輪 我們先拿到它的熟食區 然後它剛剛廣播現烤蛋塔 我剛剛衝進去拿了一個 先來吃它的現烤蛋塔 哇這個蛋塔剛烤好了 它的餡料非常的香 然後餅皮跟餡的比例我覺得剛剛好 滿讚的蛋塔 再吃它的蒸蛋 以下回到日式料理的感覺 清爽 清爽 放在旁邊慢慢喝 哇那它剛剛熟食油 有一期是鐵板區 三道料理 這個鐵板豆芽菜 嗯 它那個鐵板黑胡椒的香氣很重 跟外面在鐵板上吃得到的豆芽菜一模一樣 鐵板醬燒豬 嗯 很軟嫩 黑胡椒的味道也很重 高麗菜 高麗菜就還好 它的大物就是薯條跟雞塊 我滿推薦它的鐵板豆芽菜 清爽甜 然後它這邊還有絲襪奶茶 來喝喝看 現在來吃它的印度專七八 它的印度烤餅 上面它那個辣粉滿辣的 而且它滿鹹的 就是又鹹又辣的烤餅 還配它的印度咖哩雞皮酥 它印度專七的料理 香料都用很多 那個調味都非常重 來吃它這個印度香飯 哇 它這個印度香飯上面很多這種 堅果類的東西 還有瓜子 它飯滿乾的 這種乾飯配葡萄乾還滿搭的 這種乾飯配葡萄乾還滿搭的 然後還有一些堅果類的香氣 紅酒燉牛頰 它牛頰感覺燉太久 原本那個Q彈都沒有 現在來吃這盤 飯類 它的松露焗烤飯 松露的味道非常重 我覺得它松露的味道重到 有點強調那個燉飯的味道 我滿口都是松露味 青醬雞肉義大利麵 它的雞肉有點像那種雞肉絲 吃起來滿柴的 它的青醬義大利麵 還滿入味的 但是它的雞肉非常的柴 現在來吃它的花壽司了 感覺大家同小異 所以我就不介紹 我就直接吃好了 還不錯 那我現在再去拿最後一輪 就全部拿完了 我們先來喝這個酥皮濃湯 先讓它泡一下 好我們先來吃這盤 這盤就是它的 這邊的炸物區 還有它的壽司 它有四種壽司 但是剛剛有一種美食 所以我拿三個 鮮蝦壽司 鯨魚壽司 它那個魚的皮的味道蠻重的 鯨魚 蠻像夜市牛排的那種酥皮濃湯 豬炸多春魚 炸的有點乾 炸野菜 炸野菜 港式香腸 玉米筍 玉米筍 沒有很脆 也是不好吃的玉米筍 黑蒜頭雞湯 今天最後一道 它這個雞 感覺都在裡面燉很久 一下就骨肉分離了 哇蒜頭味道超重的 整個湯都是蒜頭味 這個湯蠻好喝的 好,我們現在拿了最後一輪甜點 它這邊的冰是哈根大絲 現在吃這個看起來最好吃的 哇,焦糖起司 它這個黏膩度看起來很讚 它那個焦糖脆皮蠻讚的 然後下面黏膩濃郁 綠茶羊羹 嗯,蠻精緻的 精緻小點 老奶奶檸檬 上面那個糖霜很有檸檬的酸感 好吃的老奶奶檸檬 一式蛋糕 很像那種青乳酪蛋糕 巧克力慕斯 吃起來比較乾一點 慕斯的核感比較低 那我們去門外做個結尾吧 好啦,我們吃完啦 哇,那真的吃的蠻飽的 它這裡的種類還蠻多的 剛剛幾乎每一種都吃了一輪 吃的還蠻飽的 那吃下來的感想呢 我覺得是 它有一區蒸籠區裡面 大概只有一種鋼點 該有的燒辣啊 擦燒,燒鴨,油肌也都有 但是我覺得很可惜的是 像我之前在台北吃的話 它會有比較經典的 腸粉 擦燒包 燒麥的話 台北的熟霜港邊還有鮑魚燒麥 結果這邊都沒有 我覺得還蠻可惜的 它這邊的燒麥裡面大部分也都是 包括蝦子或蝦仁的燒麥 可惜少了一個鮮蝦長粉 然後它整體的話 跟以前林皇宮的森林百會差不多 就是有些熟食區的料理 然後搭配上一些蒸籠鋼點 價格的話一個人660 假日720的話 這個價格在飯店Buffet算比較便宜 可是如果是用 櫥窗鋼點的價格來看的話 它會比北部的櫥窗鋼店 來的CP值較低一點 而且它假日用餐只有90分鐘 平日用餐有3個小時 所以我建議的話是平日來 可以吃的比較久 然後它有一些 港式蛋塔啊 什麼燒拉飯 都是比較限量的 廣播的時候才會有 是比較可惜的 就是來這邊必吃的點像 好像沒有到很多種 每一種大概吃了一輪 就都覺得還好 那如果我下次來的話 我應該就是會主攻它這邊的 蝦子類的燒賣 和幽基陣養到 我可能會比較想吃多一點 其他都還好 不過目前到4月底之前 都是市營運 來用餐想八折優惠 所以這樣折扣下來 一個人也沒有到很貴 我覺得還OK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高雄的林皇宮 品嘗一下這邊的出倉港點百會 那以上就是這次林皇宮 新開的出倉港點開箱介紹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